这个测试我们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在登录的情况下 一部分是在没有登录的情况下 其实登录的情况下 这个测试是比较好测的 我们可以直接查看数据表 数据表里面添加进去数据了 就说明没问题 那Cookie当中的没有登录的 在Cookie当中它会比较麻辣一点 因为Cookie我们直接去看 可能看不到 我们最好就是通过代码 通过一个Cookie函数 把这个Cookie取出来打印一下 看看有没有 所以首先我们先看登录的吧 登录的 我就登录一下 然后再通过这个详情 通过分类进入到列表 再进到详情 再去加入购物车 我们看一下购物车的数据表 它原来呢 有一些这个测试的数据 那最大到21了 我添加一个 白色的全网通道 然后呢是两条数据 买两个 少了啊 买少了是吧 22有了对吧 有一条记录 说明了登录的情况下 是没问题的 那么接下来再看一下没有登录的情况下 我退出掉 退出掉 然后呢访问 你还是从首页开始 加入购物车 也成功 这种成功的情况下 我们怎么去看这个Cookie的呢 我们直接随便找一个空随器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去 就在这加一个方法吧 一个public 一个方形 一个index 我们就去呢 从Cookie当中 取这个cut 把所有的数据都取出来 把Cookie名数据取出来 打印一下 dump Dulogic 看一下它里面究竟有什么 然后呢是什么样的结构 我们再去访问呢 这里我前面说的 加那个get请求 那个检测的啊 就是防止我们在这儿 可能它直接回车 在这儿直接回车 它其实是一个get请求 会刷新一面 刷新一面就出了 就这样能手下去 那我现在呢重新访问 访问到这个 cut的index 这个方法 打印出来呢 我们刚才 添加到互贵的一条数据 看对不对 有这个数据就没问题 那我们可以再添加一个 回到商品的详情 我再加一个啊 白色的 这个 买三个 买四个 再看一下这个结算 看一下我们刚才访问的 原来是65下游线813 买的是两个 然后呢再刷新一下 多了一个 多了一个65下游线816 买的是四个 就出来了 没问题 所以呢 这一块呢是测一下 测一下就看看这个呼吸当中 有没有数据 这个 比如说这个下标 你看下这个下标 是不是一个ID和这个 SPCID的一个组合 用下游线隔开的 然后如果说 如果说这个数据啊 你发现有错了 我们数据库里面的数据 有错的 好解决 直接删掉了 但是如果是 库配当中的数据 你发现有错误的 注意也得把它删掉 如果你发现 你代码写错了 这出现这个数据呢 不对 比如说这个下标 我们需要把它呢 直接删掉 你就可以呢 还是找到这样一个 控制器的方法 你就设置这个Cookie当中的 比如说你把整个Cookie都删掉 就给Cart呢 放一个那 就可以了 这把所有的数据都删掉了 那这样删掉之后呢 你重新再去添加 那添加数据呢 直到测试的时候 没问题 没准 否则的话呢 你添加的错误数据 一直放在这个Cookie里边 那我们后面去做列表 做其他的功能 就会出问题 因为它的有效期是7天 那你接下来7天呢 这个数据都还在 所以它就会有问题 所以如果错误的话呢 就把它删掉吧 就这样去删 如果 如果Cookie中的 购物车数据有问题 则呢 全部删掉 删除 再呢 重新添加 这前面是呢 获取 这个所有 获取Cookie中 所有的购物车 数据 判断呢 这个添加 是否成功 添加操作 是否成功 可以做这么一个简单的测试 主要是Cookie当中的测试 会稍微麻烦一点 这是用于测试 这个呢 加入购物车的功能 然后呢 Hookie 这个情况 然后数据表呢 就直接看这个数据表就可以了 好 那这样这个加入购物车的功能啊 我们就做完了 整个呢 从头到尾呢 步骤也比较多啊 首先是从商品的详细页 要提交一个隐藏的表单 然后通过GS 往表单当中呢 去加两个value值 再提交表单 在控制器当中呢 其实控制器的代码相对简单一点 我们把那个核心的一些数据处理的呢 都封装出去了 所以控制器就是呢 接收数据 前面做了一个 请求方式的一个判断 再接收数据 参数检测 再去呢 调用我们封装的方法去做处理 商品信息用于页面展示的 我放在后边了 键 键这一个4 这个呢 加入成功页面的一个展示 在封装对应的方法 这是呢 处理这个加入购物车这个功能的 我们封装了两种情况 登录和没有登录 两种情况 每种情况里边都会去判断呢 是否存在相同的进度 存在就是哪家数量 不存在就是添加新的数据 然后成功应用的展示 由于需要查询商品 以及这个SQ的信息 所以呢 又封装了一个方法 那写了个联版查询 去处理这个商品和这个规格 和这个规格商品 那如果说有规格商品 就会把规格商品的这个价格 以它为准 所以给它复卖掉商品的价格 再到页面上呢 去进行展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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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